金庸武侠小说《以天图龙记》 第三十七回 天下英雄莫能当 颇奖 东阳 坛指间端阳争日已到 张武锡率领名教群豪来到少林寺中 少林寺前殿后殿左乡右乡 到处处挤满了各路英雄好汉 各路武林人物之中 有的与谢逊有仇 处心积虑的要杀之报仇血恨 有的弃欲屠龙刀 痴心妄想 夺得宝刀 成为武林至尊 有的是相互间有私人恩怨 将乘机作意了断 大多数却是被乔热闹而来 少林寺中派出百余名知可僧接待 映之在寺中各处休息 武当派只到了于连州和殷黎亭二人 张武锡上前拜见 请问张三丰的安好 于连州敲声问道 你可曾听到清书与陈有亮的讯息 张武锡将别来情有简略说了 得知陈宋二人并未上武当山滋扰 这次宋远桥 张松熙二人所以不治 便是为了在山上护施保官 以防兼谋 御连州又说起 宋远桥自清耳听到独子的谋逆之后 伤心愁疾 茶饭不思 身子几乎瘦了一半 却又瞒着师尊 不敢说起此事 恐疑师父之忧 张武锡道 但判宋师哥迷逃之反 急速悔悟 和宋大师伯父子团圆 御连州道 话虽如此 但这逆贼害死末期帝 可绝计饶他不得 说这愤愤不已 此后一个时辰中 各路英雄越聚越多 那日攻打金刚扶摩圈的和尖双煞 青海派朱建克也都到了 华山派 空同派 昆仑派均有高手附会 指峨眉派无人上山 张武锡既盼能见到周芷若 向他解释那日不得已之情 然而想象到他的脸色目光 心下坠坠 身自黄缠 名教群豪聚在西乡的一座偏殿之中 并不和各路英雄交谈 盖名教院家太多 愁人见面 只怕大会未开 先已和四方院家打着个落花流水 五十江界 寺中芝克僧肃请群雄来到山右的一片大广场上 那本是四僧种菜的数百亩菜园 这时已然压平 搭起了数十座大木盆 群豪随着芝克僧引导入座 各门派帮会中人数众多的自占一棚 人数较少的则合作一棚 彭颖玉将场上杰出知识的来历 一一禀告张无忌知晓 秦豪 毕吉 行事盛会 许多向来极少在江湖上行走的山林隐玉 这时也纷纷现身 彭颖玉点查之下 场上不计名叫 已有四千六百余人 张无忌 杨潇等见余会人众多半势敌非有 均感忧虑 众兵客坐定后 少林群僧分批出来 按着圆 会 法 像 庄各自备 与群雄建立 最后是空至神僧 身后跟着砸魔堂的九老僧 空至走到广场正中 何时行礼 口宣佛号 说道 今日德蒙天下英雄赏脸光临 少林派质感光宠 只是毕四方丈师兄 突患疾病 无缘得会俊贤 命老那郑重致歉 张无忌微觉奇怪 那日空文大师到外宫林前吊计 脸上绝不病容 精神结缩 他这等内宫深厚之人 怎能突然害病 难道是受了伤? 四下打量 不见袁真和陈有量 轻想 那晚 我向杜厄等三位高僧揭破袁真的肩谋 不知死忠是否已予处置 空文大师呼的称病 是否与此事有关? 南宋末年 郭靖黄荣夫妇 曾先后在大圣关及襄阳邀及天下豪杰 供上抗欲蒙古人入侵的大忌 此后将近百年 只是今日方时再有英雄大会 原是江湖上第一等的盛事 但主持者忽然患病 清雄不由得君感扫兴 只听空智诱道 吉毛师王谢迅唯过武林 罪虐深重 进而得为避世所勤 少林派不敢自专 恭请各位望重武林之事 共商处置之策 他本来生得愁眉苦脸 这时说话更是眉睛杂彩 说必便及何时退下? 东南脚上战级人声行魁梧 一把黑白相间的胡须随风飞舞 四股群雄 双目炯炯有神 倾向甚是威严 彭颖欲告知张无忌 这人是山东老拳师夏拙 只听他身若红中 说道 这谢迅作恶多端 贵派竟能勤来造谱武林 实非浅显 空文空之两位神僧太过谦逸 这等恶人历时以刀杀却 也就是了 何必再为旁人? 今日即是天下英雄聚会 咱们此会便叫做图师大会 将这谢迅零食处死 每人吃他一口肉 饮他一口血 替无辜死在他手下的朋友们报仇 岂不痛快? 他的亲兄长为谢迅所杀 数十年来 只是想找谢迅报仇 此言一出 四周便有数百人随声附和 都说及早杀了为事 混沌之中 忽听着一个音彻彻的声音说道 谢迅是明教的护教法王 少林派唐了不怕得罪明教 早就一刀将他杀了 何必要大伙来此分担罪责? 我说夏大哥啊 你有点老糊涂了 做兄弟的劝你一句 还是明哲保身的为事 这番话说得阴阳怪气 但传在众人耳中仍是清清楚楚 众人齐往声音来出桥去 却看不见是谁 显然那人身材矮小 说话时又不站起 坐在人丛之中 谁也践踏不到 下座大声道 是罪不死司徒兄弟吗? 那谢迅与俺有杀兄之仇 大丈夫一人坐视一人当 请少林众高僧将他牵将出来 老夫一刀将他杀了 魔教众魔头找上身来 尽管冲着俺山东信下的便是 人忠忠那人又是阴瑟瑟的一笑 说道 夏大哥 江湖上人人皆知 那把武林至尊的屠龙刀乃是落在了谢迅手中 少林派既得谢迅 岂有不得宝刀之离 人家杀谢迅是兵 扬刀立威 才是头等大师 我说空之大师啊 你也不用装模作样了 痛痛快快地将那屠龙宝刀捧将出来 让大伙儿开开眼界之正经 你少林派千百年来就是武林中的头脑 有此刀不为多 无此刀不为少 总之是武林至尊就是 彭颖玉低声对张无忌说道 说话这人叫做罪不死 司徒千忠 此人完事不恭 听说不拜师不收徒 不属任何门派帮贵 身平极少与人动手 谁也不知他这武功底细 说起话来冷嘲热讽 往往一语重地 只听场中七八人跟着道 此言有理 请少林派取出屠龙道来 让大伙儿瞧瞧 空智缓缓说道 屠龙刀不在必死 老那一生之中也从来没见过 不知世上是否真有这么一把刀子 秦雄一听 历史议论纷纷 广场上一片嘈杂 一会诛人原先都认定此会必与屠龙刀有莫大关联 其实空智竟然一口否认 谁都大出意料之外 空智身后跟着九名老僧 军事身披大红袈裟 等群雄嘈杂之声稍息 九僧中一名老僧踏上两步 朗声说道 屠龙刀本在谢俊手中 但必派勤到他之时 那刀却不在他身边 本四方丈以此乃武林大事 曾详加盘查 谢俊倔强绝傲 肩不吐食 今日英雄盛会 一来是商卓如何处置谢俊 二来是向众家英雄打听那屠龙刀的下落 哪一位得知音讯的便请名言 秦豪面面相觑 谁都接不上口 醉不死司徒千钟 却又阴阳怪气地说道 武林中百年来言道 武林至尊屠龙宝刀 号令天下莫敢不从 以天不出 谁与针风 除了屠龙刀 尚有以天剑 这柄以天剑哪 本来听说是在峨眉派手中 可是西域光明顶一战 却也从此不知所中了 今日此会虽叫英雄大会 峨眉派的英雄们难道就不能来吗 众人听到最后这句话 轰然大笑起来 轰笑声中 一名知可曾大声报道 丐帮使帮主 率领丐帮诸长老 诸弟子到 张无忌听到使帮主三子心下大习 丐帮使火龙帮主 早已死在了元甄的手下 如何诱出来一位使帮主 空志说道 有请 丐帮是江湖上第一大帮 他亲自迎了出去 只见一列人快步向广场走来 月摸一百五十余人 都是衣衫蓝绿的汉子 丐帮近年来 声势虽已不如往昔 毕竟百足之虫死而不将 在江湖上仍有极大的潜力 群雄谁也不敢轻视 大半站了起来 但见当先是两名老年盖者 张无忌认得是传公长老和执法长老 两名老盖身后却是一个十二三岁的丑陋女童 鼻孔朝天 阔口中露出两枚大大的门牙 正是石火龙之女史红石 她手持丐帮帮主信物打狗棒 史红石之后是长棒龙头 长波龙头 其后依次是八代长老 七代弟子 六代弟子 丐帮这次到来的 级别最低的也是六代弟子 空之劲持 打狗棒的是个女童 心下愁愁 不知帮主是谁 该当向谁说话才是 只得合时行礼 含糊的 少林僧众 恭迎丐帮群雄大将 丐帮一起抱拳还礼 传公长老说道 毕邦史前帮主 不省回天 众长老公爵 立史帮主之女史红石 史姑娘为帮主 这一位便是毕邦新帮主 说着 向史红石一指 空之和群雄都市一代 心想江湖上向来有缘道 名教丐帮少林派 各教门以名教居首 天下帮会推丐帮为尊 五玄门派则以少林派为第一 名教立着个二十余岁的少年张无忌当教主 已令人嘖嘖称奇 不料丐帮更推这样一个小女孩做帮主 若非从丐帮长老口中说出 那是谁也不肯相信的 当年黄荣以少女而为丐帮帮主 虽说曾有先例 但其实黄荣究竟比眼前这小女孩大了好几岁 空之虽大感诧异 却也不缺礼数 何时道 少林门下空智 参见史帮主 史公时服了服还礼 孽孽如如的对答不出 传公长老道 必帮帮主年幼 一切帮务暂由兄弟及执法长老二人代礼 空智神僧乃前辈大德 多礼甚不敢当 两人谦虚了几句 只可僧引着裙盖入木棚就坐 丐帮人数众多 半赏方式坐定 张无忌见裙盖人人代孝 脸上尽有悲愤之色 有的弟子背上的布袋之中 更有物如如如而动 简是有所为而来 惊吓暗计 刚跟杨潇说了一句 咱们道了一批好帮手 只听传公执法二长老 引着史红石来到明教的棚前 传公长老抱拳行礼 说道 张教主 金毛狮王失见 必邦有好大的干系 我们今日宁可性命不再 也要赎我们的罪千 再者 也是为我们始顾帮主报处血恨 该帮上下齐听张教主的号令 张无忌急忙还礼 说道 不敢 传公长老这番话中气充沛 说得甚是响亮 显示有意要让广场上人人听见 他几句话说必 丐帮众弟子一起站起 大声说道 请放明教张教主号令 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群雄都是一愣 丐帮几时跟明教结成了死党了 除了极少数在江湖行走的隐意外 众人均知 丐帮与明教多年来互相攻杀 年前丐帮参与围攻光明鼎一役 一场卸战 双方死伤军众 最后攻上光明鼎的丐帮帮众几乎全军覆没 此刻传公长老却公然声言 全帮齐奉张无忌号令 又说要为使前帮主报仇血恨云云 谁都摸不着头脑 传公长老回过身来 大声说道 我丐帮与少林派向来无怨无仇 碧帮一直尊重少林派是武林第一大门派 纵有些微嫌隙 我们也必尽量克制忍让 从来不敢有所得罪 碧帮自石火龙使帮主以下 好生佩服少林四大神僧德高望重 足为武学知事的表率楷模 使前帮主归隐已久 禁居养地 数十年来不与江湖人士往返 不知何故 尽造少林高僧的毒手 他说到这里 广场上众人一起啊的一声惊呼 连空智也是大出意料之外 只听传公长老接着说道 我们今日到此 是要当着天下英雄之前 请空文方丈指点迷津 我们使前帮主到底在什么世上得罪了少林派 一致少林高僧害死使前帮主之后 对寡妇孤女也要赶尽杀绝 连使夫人也保不了性命 空智何时说道 阿弥陀佛 使帮主不省先事 老那此刻才首次听到讯息 长老口口声声说是必派弟子所为 只怕其中大有误会 还请长老严明当时详情 传公长老道 少林派千万年来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 我们岂敢无赖 便请贵司一位高僧 一位俗家子弟出来对质 空智道 长老吩咐自当遵命 不是长老要命哪二人出来 传公长老道 是 他只说的个柿子 突然间张口结舌 说不下去了 空智吃了一惊 急忙抢钱抓住他的右腕 静觉麦西已停 空智更惊 叫道 长老 长老 看他沿面时 只见眉心正中有一颗香豆大弯的细黑点 竟是要海中的绝毒的暗器 空智大声道 各位英雄明鉴 这位盖帮长老中了绝毒暗器不幸身亡 我少林派可绝技不使这等阴狠的暗器 盖帮帮 盖帮中邓时大华 数十人抢到了传公长老的尸身之旁 长波龙头从怀中取出了一块锡铁石 放在传公长老的眉心 吸出一尾细如牛毛 长才寸许的钢针来 盖帮助长老 情知空智之言不虚 这等阴独的暗器 宁门正派的少林迈是绝技不使的 然而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 竟然有人发暗器偷袭 无一人能与觉察 此事之怪 时事不可思议 执法长老等惊想 传公长老向南而立 暗器必是从南方射来 其实向南阳光耀眼 传公长老又心情十分激愤 以至于为己 提防这等极度细微的暗器 众长老怒目向空置身后瞧去 只见九名身披大红袈裟的老僧 都是双目半臂垂眉而立 这老僧之后 是一排排黄衣僧人 灰衣僧人 无法分辨是谁是的暗器 然而凶手必是少林僧 绝无可疑 执法长老朗声长笑 眼中却泪出滚滚而下 说道 空之大师 还是我们冤枉少林派 眼下之事更有何话说 掌棒龙头最是兴急 手中铁棒一扬 喝道 今日跟少林派拼了 但听得亮枪向兵刃乱响 丐帮帮众纷纷取出了兵刃 涌入场景 空之脸色惨然 回头向着少林群僧 缓缓说道 本次自达摩老祖息来 见价基业 千万年来 历世僧侣勤修佛法 金石戒律 虽因学武防身至于江湖英豪来往 然而从来不敢做了伤天害理之事 方丈师兄和我 早已砍破事情 岂再练此红尘 他目光从群僧脸上逐一望去 说道 这枚毒针是谁所罢 大丈夫敢做敢当 给我站了出来 数百名少林僧无依接口 有的说道 阿弥陀佛 罪过 罪过 张无忌心念一动 想起了一件旧事 西年他母亲殷素素 乔装他父亲张翠珊的模样 以毒针杀死少林僧 令他父亲含冤莫白 但天鹰教的银针与此钢针形状大不相同 针上毒信也截然有益 从传宫长老的死状看来 针上剧毒似是得自西域的毒虫心一跳 所谓心一跳 是说重申剧毒 一与热血相处 中毒者的心脏只跳着一跳便即停止 他早知石火龙是元甄所杀 又知少林秦僧中引赴元甄的党羽 所以发针害死传宫长老的 当时要阻止他说出元甄的名字 只是当时人人瞧着传宫长老 以致无人觉察发针这是谁 张棒龙头大声道 杀害死帮主的凶手是谁 盖帮数万弟子无意不知 你们想杀人灭口吗 哼 除非将天下盖帮弟子各个杀了 这个杀人的和尚便是元甄 张伯龙头呼得飞声抢在他的面前 铁箔一举 钉得一声轻响 将一尾钢针接在了波中 这位钢针仍不知从何方射来 但掌波龙头一直全神灌注着戒备 阳光下只见蓝光威仪闪烁 便抢上举波接过 只要稍慢的半步 掌棒龙头便又死于非命 空智身形一措 绕到了达摩唐九僧身后 砰的一声 将左起第四名老僧踢了出来 跟着一把抓住了他的后领提起 说道 孔如 原来是你 你也和元甄勾结在一起了 右手拉住他增衣前肩往下一扯 痴得一声响 衣襟破裂 露出腰间一个小小的钢筒 筒头有一细孔 人人进阶恍然 这钢筒中自笔装有强力弹簧 只需伸手在怀中一摁 筒上击阔 孔中便射出未读钢针 发射这暗器不需抬臂挥手 即使二人相对而立 只隔数尺 也看不出对方发射暗器 掌棒龙头悲愤焦急 提起铁棒横扫过去 将空如打得脑僵泵裂而死 这空如和四大神僧同位 备份武功均高 只因被空智停住后拿着脉穴 挣扎不得 掌棒龙头铁棒倒来 他竟无法躲散 青雄又是齐声惊叫 空智一呆 向掌棒龙头怒目而逝 心想 你这人特眼鲁莽 也不问个清楚 正混乱间 广场外忽然快步走进四名悬一女泥 各时浮沉 朗生说道 俄眉派上门人周执若 率领门下弟子 拜见少林寺空闻方丈 空智放下空如的尸身 说道 请进 不动声色的迎了出去 达摩堂剩下的八名老僧仍是跟在他的身后 与世才一目惨剧 竟如进阶视而不见 全部迎怀 四名女泥 行你后倒退 转身回出 飘然而来 飘然而去 难得是四个人齐进齐队宛如一人 脚下更是轻盈飘逸 又如行云流水 凌波不虚 张无忌听着周执若到来 瞪是满脸通红 偷远向赵敏看去 赵敏也正望着他 二人目光相处 赵敏眼色中似笑非笑 嘴角威胁 自有轻蔑之意 也不知是嘲笑张无忌狼狈失措 还是瞧不起俄眉派的虚张声势 俄眉派众女侠却不从丐帮般自行来到广场 直带空智率从群僧出影 这才劣队而尽 但见八九十名女弟子一色的悬衣 其中大半是落发的女泥 一小半是老年中年妙领女子 女弟子走完 相距仗于 一个秀丽绝俗的青山女郎缓步而前 正是俄眉派的掌门周执若 张无忌见他容颜清减 颇见憔悴之色 今下又是怜惜又是惭愧 在周芷若身后相割数丈 则是二十余名男弟子 身穿玄色长袍 大度兵兵儒雅 不类别派的武林人物那么雄箭飞扬 每名男弟子手中都提着一支木盒 或长或短 百余名俄眉人众 身上和手中均不带兵刃 兵器显然都藏在了木盒之中 青雄心中暗赞 俄眉派甚至知理 兵刃不漏 那是尽重少林派之意了 张无忌带俄眉派众人坐定 走到木棚之前 向周芷若常倚道地 含羞待愧说道 周姊子 张无忌请罪来了 河眉派十余名女弟子获得站起 各个柳眉枣树 满脸怒涩 周芷若万福回礼 说道 不敢 张教主何须多礼 别来安好 脸色平静 也不知她是喜是怒 张无忌心下整重不定 说道 赤若那日我为了急于相救义父 置物大礼 心下好生过意不去啊 周芷若道 听说谢老爷子失见在少林寺中 张教主英雄盖世 想必已经救出来了 张无忌脸上一红 说道 少林派众高僧武功深战 灵教已输了一仗 我外公不信因此先事 周芷若道 殷老爷子疑是英雄 可惜啊 可惜 张无忌见他丝毫不露喜怒之色 不知他心意如何 自己每一句话都被他一个软钉子碰了回来 当真是老大眉趣儿 但转念一想 与他成婚的日 自己竟当着无数宾客随赵敏而去 当时他心中的难过 比至今日自己的小小眉趣儿 岂止千倍万倍 当下说道 待会儿相救义父 还望念在昔日之情 赐予援手 他一说这几句话 心中一动 这半年来他功力大尽 那日喜堂之上 连范佑氏这等身手 也是一朝之间便被他逼开 明媚学间各派之所成 更险些被他避于当场 而击毙杜百当逆三娘夫妇那日 更是 更是 想来凡是接着俄眉派掌门之人 他派中另有秘传的武功秘笈 他悟性高于灭绝师太 以致青出于蓝 更胜于蓝 倘若他肯和我联手 只怕便能攻破金刚护魔圈了 想到这里 不禁喜喜余色 说道 指若 我有一事相求 周指若脸色突然一板 说道 张教主 请你自重 时至今日 岂可再用旧时的称谓 伸手向身后一招 说道 青叔 你过来 将咱们的事向张教主说说 直接一个满脸求然的汉子走了过来 抱拳道 张教主 你好 张无忌听声音正是宋青叔 凝目细瞧 认出果然是他 只是他大佳化妆 扮得又老又丑 遮掩了本来的面目 于是抱拳道 原来是宋师哥 一下安好 宋青叔 微微一笑 说道 说起来 还得多谢张教主才是 那日你正要与内子成婚 偏生临时反悔 张无忌大吃一惊 颤声问道 什么 宋青叔道 我这段美满因缘 倒要多谢张教主做成了 刹事之间 张无忌有如五雷轰顶呆呆的站着 眼前一片白茫茫的 耳中听到无数杂乱的声音 却半点不知旁人在说下什么 过了两久 只觉有人挽住着他的臂霸 说道 教主 请回去吧 张无忌定了定神 一斜眼 见挽住自己手臂的却是韩玲儿 只见他脸上充满了愁苦悲愤之色 对周子若道 周姑娘 我教主乃是大仁大义的英雄 那日只不过有点小小的误会 你便加了这个 这个 哼 他本想痛骂宋青叔几句 但爱着周子若的面子画到口边 却又忍了下去 张无忌对赵敏虽情根深重 但总想自己与周子若已有婚姻之约 当日为了营救义父 迫不得已才随赵敏而去 料想周子若温柔和顺 只需向他坦诚说出其冲的言由 在大大的赔个不适 定能得到他的原谅 岂知他一怒之下 竟然嫁了宋青叔 这是心中的痛楚 可远甚于西石在光明顶上被他刺的一剑 他回过头来 只见周子若伸出浩白如玉的仙手 向宋青叔招了招 宋青叔得意洋洋地走到他的身旁 挨着他坐了 嘴角边似笑非笑 向张无忌道 我们成亲之使 并没大撒帖子 惊动旁人 这杯喜酒 日后还该补请阁架 张无忌想说一句多谢了 但猴头尽似哑了 这三个字竟是说不出口 韩宁尔拉着他的臂膀 说道:"教主 这种人别去理他。 宋青叔哈哈一笑 说道:"韩大哥 这杯喜酒 结实也少不了你。 韩宁尔在地下吐了一口唾沫 狠狠地道:"我便是喝三缸马尿 也胜过喝你的倒霉死人酒。 张无忌叹了一口气 挽着韩宁尔的手臂 黯然走开。 这时候 丐帮的掌棒龙头大着嗓子 正与一名少林僧争得甚是激烈。 张无忌与周芷若宋青叔韩宁尔这些言语 是在西北角峨眉派的大木棚前所说 并被惹人注意 群雄一直都在听丐帮与少林派的争执。 张无忌回到明教的木棚中坐定 物子神不守舍 隐隐约约的似乎听那穿大红袈裟的少林僧说道:"我说袁真师兄和陈有亮都不在本次 贵邦定然不信 贵邦传公长老不信上命 必派空如师叔已然抵命 还有什么说的?" 张棒龙头道:"你说袁真和陈有亮不在? 谁信得过你 除非让我们搜上一搜。 那少林僧冷笑道:"阁下要想搜查少林寺 未免狂妄了一条吧 区区一个丐帮 未必有此能耐。 张棒龙头怒道:"你瞧不起丐帮 好 我先领教领教。 那少林僧道:"千百年来 也不知曾有多少英雄好汉驾临少林 仗着老祖的慈悲 少林寺却也没叫人烧了。 他二人越说越僵 眼看着就要动手 空事坐在一旁 却并不干预。 呼听着司徒牵中阴阳怪气的声音说道:"今日天下英雄齐吉少林 有的远从千里之万赶来 难道是为瞧丐帮报仇来吗?" 下座道:"不错 丐帮与少林派的梁子 暂且搁在一旁。 慢慢算账不迟 咱们先料理了谢迅那奸贼再说。 张棒龙头道:"你嘴里可别不甘不尽。 金毛师盲谢大家 乃名叫法王之一 什么奸贼不奸贼?" 下座深入宏中 大声道:"你怕名叫 俺可不怕名叫 此谢迅这等狼心狗肺的奸贼 难道还遵他一声英雄侠士吗?" 杨潇走到广场正中 抱拳团团一礼 说道:"在下 名叫 光明左矢 有一言 要向天下英雄分说。 并叫 谢师王 今年杀伤无辜 却有不适之处。 下座道:"哼 人都给他杀了 听你轻描淡起了几句话 便能令死人附生吗?" 杨潇昂然道:" 咱们行走江湖 过的是刀头上嗜血的日子。 活到今日 拿一个手上不带着几条人命 武功强的多杀几人。 武艺不经的命丧人手 要是每杀一个人都要抵命。 哼 这广场上数千位英雄好汉 留下来的只怕寥寥无几了。 谢老英雄 你一生之中从未杀过人吗?" 其实天下大乱 四方扰朗 武林人士行走江湖 若非杀人便是被杀。 颇难独善其身 手上不带丝毫血字者 除了少林派 俄美派若干僧尼之外 可说极是罕有。 这山东大豪未措 声信暴躁 伤人不计其数。 杨潇这句话 邓时将他问得哑口无言。 他呆了一袋 才道:"逮人该杀 好人便不该杀。 这谢逊和明教的重魔头一模一样 专作伤天害理之事 俺恨不得千刀半剐。 拾其肉而禽其皮。 哼 姓杨的 俺瞧的也不是好东西。 他明知明教中厉害的人物甚多 但今日既要杀谢逊为兄报仇 势必与明教血战一场不可 因此言语中再也不留丝毫地步。 明教木棚中一人坚生坚弃地说道:"夏拓,你说俺不是好东西?" 夏拓向说话之人瞧去 只见他削腮尖嘴 脸上灰扑扑地无半分血色 不知他是何等样的人物。 喝道:"俺不知你是谁 既是魔教的魔头 自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司徒千中插口道:"夏兄 这一位你也不识的嘛 那是明教四大法王之一的亲义福王。 夏拓道:"呸 呸 吸血魔鬼!" 突然之间 秦雄眼前已花 只见韦一笑已踢到了夏拓身前。 他二人相隔十余丈 不知韦一笑如何在顷刻之间 竟便一闪其至。 韦一笑提起手来啪啪啪啪 四响打了他四个耳光 手肘一伸已撞中他小腹上的穴道。 夏拓武功本来也非泛泛。 韦一笑若凭真实功夫与他相斗 至少也得拆到五十招方能胜他。 但韦一笑的轻身功夫实在太怪 如鬼如魅 攻了他个措手不守。 夏拓带要招架 已然着了道。 群雄金箍声中 明教木棚中又是一条白影窜出 身法虽不及韦一笑那么惊雷闪电一般 却也是急欲奔马。 那白影来到下座身前 一只布袋张了开来 兜头照下 将它裹入了布袋 往肩头一背。 秦雄这才看清 乃是笑嘻嘻的僧人 正是布袋和尚说不得。 说不得笑道。 好东西 你是好东西 和尚 背回家去 慢慢煮了来吃。 覆着下座 轻飘飘地回归木棚。 这场诡异知己的怪事 疏然而起 疏然而止。 下座身旁 虽有十来个好友和弟子 但对方二人来去实在太快 谁都不及救援。 带着尾一笑 和说不得回归木棚就坐 那十来人才拔出冰镇 赶到冥角棚前。 纷纷喝骂要人。 说不得 拉开布袋之口 笑道。 ……你们都给我回去 安安静静地坐着 大会一完 我自会放他。 你们不听话吗? 和尚就在这布袋中拉一泡尿 拉一顿屎。 就算最可气 也得放几个臭屁。 你们信是不信? 一面说 一面便伸手做事去解裤袋。 那十一人气得脸色或青或黄 但像冥教这一干人 无恶不作 说得出便做得到 要凭武力多人是办不到的了。 倘若这贼秃真在下着头上塞袍尿 那老英雄非自杀不可。 个人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只得垂头丧气地回去。 旁观群雄又是亥议又是好笑。 上山之时 本来个个兴高采烈 要看如何屠戮谢迅。 此刻见了名叫二十豪的伸手 这才觉得今日知会大是凶险。 纵然杀的谢迅只怕这广场上也非染满鲜血 浮食遍地不可。 不由的均有历历自危之感。 只见司徒天忠左手拿着支酒杯 右手提着个酒葫芦 摇头晃脑地走到广场中心。 说道:"今日当真有好大的日闹桥。 有的要杀谢迅 有的要救谢迅。 可是说来说去 这谢迅到底是否真在少林寺 就是老大一个遗团。 我说空之大师啊 你不如将金毛师王请了出来 先让大伙儿见上一见。 然后 要杀要救着双方 各凭真实本领 结结棍棍地打上一场 岂不有趣。 他这番话一说 广场上群雄倒有一大半 轰然叫好。 杨潇心想 谢师王愿家太多。 明教纵与丐帮联手 也不足与天下英雄相抗。 不如从屠龙刀上着眼 绝成个群香争斗的局面。 于是朗胜说道:"中位英雄今日齐聚少林。 一来是与谢师王各有恩怨未了。 二来嘛 嘿 只怕也想见识见识这把屠龙宝刀。 倘若依司徒先生所说 大伙儿一场混战 那么这把宝刀归谁所有呢?" 秦雄一听 君觉有理。 这数千人之中 真正与谢骏有血海深仇的 也不过百余人而已。 其余众人 一想到那武林至尊此字 都是禁不住怦然心动。 一个黑须老者站了起来 说道:"那屠龙刀 现下是在何人手中 还请杨佐使侍下?" 杨笑道:"此劫在下不明 正要请教空智禅师。 空智摇了摇头 漠然不语 群雄均是暗暗不满。 少林派是大会主人 但空文方丈临时装病不出 这空智禅师却又是一副不死不活的神器 不知在弄什么玄虚。 一个身穿倾格长袍的中年汉子站起身来 说道:"空智禅师虽说不知 谢师王必定知道的。 咱们请他出来问他一问 然后各凭手底玩意儿见真章。 谁的武功天下第一 那么名符其实 自自然而然的是武林至尊了 不管这把刀是在谁的手下都该交于这位武林至尊。 以我说呀 大伙儿先议定了这节 免得事后争执。 若有不服的 天下英雄群起而攻之 众位意下如何?" 张无忌认得这说话之人 正是那晚围攻金刚扶摩圈的青海派三高手之一。 司徒谦中道:"那不是打擂台吗? 我瞧有点大大的不妥。 那青袍汉子冷然道:"有何不妥? 一阁下之间 不比武 倒要比九亮了。 哪一个千钟不醉 哪一个醉而不死 便是武林至尊了?" 众人轰然大笑 有人怪声说道:"这还比个什么? 这位武林至尊嘛 自然是醉不死司徒先生了。 司徒谦中 斜过葫芦 倒了一杯酒 仰脖子喝了。 一本正经地说:"不敢 不敢。 要说到九灵至尊 我醉不死或许还有三分指望。 至于武林至尊呢 恰恰 哈哈 不敢当啊 不敢当。 对那青袍汉子道:"阁下集体此意 武学上自有超凡入圣的造诣。 在下眼拙 却不知阁下尊姓大名。 那汉子冷冷地道:"在下是青海派的叶长青。 喝酒本事和装丑绝的玩意儿都不及阁下。 言下之意 自是说武功上的修为只怕要比阁下强得多了。 司徒先中 侧头想了半声 说道:"青海派。 没听见过。 叶长青? 嗯……嗯……也没听见过。 众人暗想。 这司徒老儿好大胆子。 侮辱叶长青一人 那也罢了。 他竟敢侮辱青海一派。 难道他身后有什么强大的靠山? 还是跟青海派有何解不开的仇怨? 单明这两句话,青海派只怕立时便要出手。 只有身知司徒谦中平素为人的,才是他孤身一人,并无靠山。 跟青海派也没什么梁子,只是生性狂妄,喜欢口食招油。 虽然一生曾因此而吃过了不少苦头,但始终改不了这个脾气。 一长心心中杀鸡已起,脸上却不动声色。 说道:"青海派 于叶某原本寂寂无名,难怪阁下不知。 阁下既说比武之义不妥,比灌黄汤嘛,阁下又是喝遍天下无敌手。 那便如何是好? 当然请教你。 司徒谦中道:"要说喝遍天下无敌手,此事谈何容易? 当真谈何容易? 想当年我在济南府。 正要唠唠叨叨地说下去,人从中有人喝倒。 嘴不辞? 别在这儿发酒疯了,大伙儿还没空替你胡说八道。 又有人说:" 到底谢信的是怎样? 屠龙刀的是怎样?" 另有人道:"空智禅师,你是今日英雄大夫的主人,叫咱们这么刚耗着,算是怎么一回事呢?" 众人您一言或一语,都是催司徒谦中别再啰嗦,要空智拿一句言语出来。 这些人在仁从中纷纷呼喝,或远或近,声音来自四面八方。 司徒谦中道:"江陵府黑风寨的石老大,你不用信急,你的黑沙掌虽然厉害,未必便打遍天下无敌手。 陀阳湖的水底精熬猴兄弟,那谢师王的武功,水入俱能,你别气他不会水底功夫。 回夸人家,还有一位紫山龙王没出面。 嘿嘿,熬鱼岂是龙王之笔啊? 青阳山的吴三郎,你是用剑的,便是夺到屠龙刀,你又不会使,瞎起个什么劲儿。 这人说话疯疯癫癫,却另有过人之能。 相识既寡,耳音又是结佳,从一片嘈杂的人声之中,居然将一个个说话之人,指名道姓地叫了出来。 无一有误。 群雄献他显了这身功夫,却也忍不住喝彩。 空至身后,一名老僧站起身来,说道:"少林派铁为主人,不巧方丈突患重病。 圣会主持无人,道长各位见笑了。 谢迅和屠龙刀二世,其实一而二,二而一,尽可合并办理。 以老纳之见,是财青海派,这位夜施主说得甚是有礼。 余慧青雄,应财济济,只需个人露上一手,最后哪一位一押当场,谢迅归他处置。 屠龙刀也由他执掌,青雄归心,岂不是好啊。 张无忌问彭颖玉这僧人是谁,彭颖玉摇头道:"属下不知,这僧人并未参与围攻光明顶之意,也没曾被郡主娘娘倾入万安寺中,可是他一再抢在空室大师的牵头说话,似乎在室中位置不低啊。 造影低声道:"这人,十九是元真一党,我猜想,空文方丈已落在了元真手中,空之大师受了这群叛徒的协制,以致萎弥弃举。 张无忌心中一灵,问道:"彭大师以为如何?" 彭颖玉道:"郡主的猜测颇有道理,只是少林寺中高手, 酒如云,元真竟敢公然犯上作乱,胆子也特大了。 张无忌道:"元真不知已久,第一次向娃姐本教,第二次意图控制丐帮,两次兼谋,军事功败垂成,这一次,我想他是要做少林寺的掌门方丈。 赵敏道:"单是做掌门方丈,也还不够。 张无忌道:"少林派是武林中的第一大派,做到掌门方丈,已是登峰造极,可不能再提高了。 赵敏道:"武林至尊呢,不是更高于少林派的掌门方丈吗?" 张无忌一呆道:"他想做武林至尊。 赵敏道:"无忌哥哥,周姊姊嫁了旁人,你神魂不定,什么事也不会想了。 张无忌被他说中的心事,脸上一红,信道:"张无忌啊! 你不可只管顾念儿女施情。 将今日营救义父的大使搁在一旁。 定了定神,欣向元真深谋远虑,今日这英雄大会也正是他一力促成的,其中定有兼谋。 便道:"敏妹,你猜元真有何诡计啊?" 赵敏道:"元真此人急功心计,智谋百出。 周姊姊一直在旁听着他二人低声说话,终于忍不住插口道:"郡主娘娘,你也是急功心计,智谋百出,我看不属于元真。 赵敏笑道:"过奖了。 周姊道:"不是过奖。 彭颖遇道:"天兄,你别打断郡主的话。 周姊怒道:" 你先别打断我的话。 彭颖遇笑了笑,不再说话,直到跟他再纠缠下去,针上一两个时辰也不稀奇。 还是趁早收口地干净。 周姊道:"你怎么不说话了?" 彭颖遇道:"你叫我别打断你的话,我就不打断你的话。 周姊怒道:"可是你已经打断过了。 彭颖遇道:"那你再接下去,说就是了。 周姊道:"我忘了,说不下去了。 周姊道:"赵敏笑了笑,说道:"我想元甄若是单想做少林寺帮长,不必请天下英雄来此。 谢大侠既已落入他的手中,何必又要叫群雄比武争夺。 无极客客,说道武功之强,只怕当今之事无人积得上你。 此节元甄不会不知,他绝不能这般好心安排下群雄大会,让你既圣群雄成为武林至尊,然后将谢大侠的屠刀献上给你。 张无极彭颖遇与周姊三人一起点头,问道:"你猜他有何诡计?" 这时杨潇已走到了张无极的身旁,插口道:"我也一直在想,元甄之丝肩谋定是不小。 周姊忍不住又道:"元甄是本教的大对头。 郡主娘娘,以前你也是本教的大对头,元甄之丝诡计百出。 郡主娘娘,你也是诡计百出。 你两个倒有点儿差不多。 杨潇和道:"又来疯疯癫癫地瞎说了。 赵敏微微一笑,说道:"周先生之言道也有理,倘若我是元甄,我该当如何图谋呢? 嗯……第一,我要劝空文方丈大洒英雄帖,请得天下英雄来到少林寺。 那空文方丈深解佛法,原是个慈悲和平之人,自来不喜多事。 但我只需提起空见和空性两个神僧。 空文方丈念着师兄弟之心,自必云可。 再者,少林寺教是杀了谢大侠和明教仇身四海。 以他一派之力,未必挡得住明教的亲力进攻。 但如往天下英雄头上一推,明教总不能将余会的数千好汉一股脑子赶宰了吧。 众人都点头称是。 赵敏又道:"英雄大会一开成,我自己也不露脸。 教人以谢大侠于屠龙刀为耳,鼓动群雄自相争斗残杀。 明教势必于群雄为敌。 斗道过来,不论谁胜谁败,明教的众高手少说也当,损折一败,缘起大伤。 张无记道:"正是。 此劫我远远想到了,但义父对我恩仲如山,与众兄弟又致数十年的交情,咱们岂能做事不救啊。 嗨,咱们上山没几天,外祖父已然先逝,袁真这丝定是躲在暗中拍手称快了。 赵敏道。 斗道最后,武功第一的名号多半是张教主所得,于是少林群僧说道:"张教主既押群雄, 时乃可敬可贺,本寺仅将谢大侠交于张教主,请张教主到寺后山峰顶上,亲去迎娶便是。 于是大伙儿一起来到峰顶,张教主便须独立去破那金刚扶摩签。 若是旁人上前相处,袁真的党羽便道。 挤押群雄的是名教张教主,跟旁人可不相干,阁下还是站在一旁的美妙。 张教主夺得这武功天下第一的名头,就算身上毫不带伤,也不知已耗了多少内力神功。 到那时,如何是这三位老僧之敌? 结果谢大侠是救不出,反而自己死在了三株苍松之间。 冷月气风,伴着一带大侠张无忌的尸首,岂不妙哉。 秦豪听到这里,都是脸上变色。 心想这番话却不是威严耸听,张无忌血性过人。 不论多么艰苦危难,总是非救谢迅不可,纵然送了自己性命,也是绝无反悔。 原真此迹看准了张无忌的性子,叫他明知是刀山油锅,也要跳江进去。 赵敏叹了口气,说道:"这么一来,名教是毁定了。 原真再使奸计,毒死空闻,却将罪名推在空治大师的头上。 这一桌安排起来十分容易,只需证据捏造的确实,不由得少林僧众不信。 于是各党羽全力推举,他老人家顺理成章地当上了方丈。 他老人家一声号令,群雄围攻名教,以多胜少,聚而兼之。 那时候,武功天下第一的名号,除了他老人家之外,只怕旁人也争夺不去。 屠龙刀不出现便罢,若在江湖上献了踪迹,天下英雄人人皆知,只怕宝刀的郑主儿,乃是少林寺帮帐元真神僧。 宝刀的得主,若不给他老人家送去,只怕多有不变哪。 他说的声音甚低,只聚在木棚这一角中的几个人听到。 这番话一说完,周滇伸手在大腿上用力一拍,叫道:"正是,正是,好大的剑谋!" 他这几句话却十分响亮,广场上倒有一大半人都听了,各人的眼光一起望到名叫着木棚来。 司徒千钟问道:"是什么? 什么剑谋? 说给老夫听听成不成?" 周滇道:"这话是不能说的,老子一心想挑拨离剑,要天下英雄自相残杀,拼个你死我活,这话要是说得出来,岂不是不灵了吗?" 司徒千钟笑道:"妙极妙极,却不知如何挑拨离剑,愿闻其详。 周滇道:"周滇大声道:"我心中有一个阴谋毒计,却假意说道,屠龙刀是在老子这里,哪一个武功最强,老子就将屠龙刀给他。 司徒千钟教道:"司徒千钟教道:"好计策,好阴谋,那便如何?" 赵敏和张无忌对望了一眼,君讲:"这酒鬼跟我们无亲无故,倒帮忙得紧。 周滇道:"周滇大声道:"你想,这屠龙宝刀,号称武林至尊,哪一个不想出权力争夺,于是疯子给酒鬼杀了,酒鬼给和尚杀了,和尚给道士杀了,道士给姑娘杀了,杀了个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无父爱在,不亦乐乎。 群雄一听,都是历然心惊,君想这人说话虽然疯疯癫癫,但这番话却实是致理。 空虹派的二老,宗为家站起身来。 说道:"这位周先生言之有理,咱们明人不说暗话,各家各派对这把屠龙刀马都不免有点眼红,可是为了一把刀子闹得个身败名裂,甚至是全派富。 护灭,可有点儿犯不着。 我想,大伙儿则想个计较,以武会友,点到为止,虽分胜败,却不伤和气,各位以为如何?" 光明鼎一意,张无忌以德抱怨,替他治好了阴殿七伤权而蓄积的内伤,后来又蒙他救出万安寺,空同派日子上少林寺来,原有相助名教之意。 司徒千钟道:" 我瞧你好大的个儿,确实怕死,既不带财,又不伤命,这场比武有什么看头呀?" 空同派的四老,长进之路道:" 要伤你这酒鬼,那也不用叫你带财。 司徒千钟道:"我酒鬼不过说句玩儿话,长寺先生何必这么大的火气? 谁不知道空同派的七伤权杀人不见血? 少林寺的空见神僧,不也是死在了七伤权之下吗? 我司徒酒鬼,这几根老骨头,如何是空见神僧之鼻?" 秦雄君想:"这酒鬼出口便是伤人,既得罪空同派,又损了少林派。 他在江湖上打滚,居然给他混到了,这么大把年纪还不死,倒也是奇事异庄。 宗为家却不去理他。 浪声道:"以在下之见,每一门派,每一帮会叫门,各推两位高手出来,分别较量武艺。 最后哪一派武功最高,谢大侠与屠龙刀便都凭他处置。 群雄轰然鼓掌,都说这法子对妙。 张无忌流星看空置身后的少林群僧,大都皱起眉头,颇有不悦之色。 直到赵明石川元振的肩谋,破了他挑拨群雄自相残杀之际。 一个白面微虚的中年汉子站起身来,手摇描惊折善,神情甚是潇洒。 说道:"在下,深觉宗二甲此意甚至。 咱们比武较量之时,虽说点到为止,但兵刃拳脚上不生眼睛,若有尸首,那也是各安天命。 同门同派的尸友,可不许出来挑战报复。 否则纠缠不清,势必斗个没有了极。 群雄都道:"不错,正该如此。 司徒千钟尖着嗓子,说道:"这一位兄台好英俊的人物,说话又是哈声哈气的,想必是湘南衡阳府的欧阳兄台了。 那人折扇摇了两摇。 笑道:"不敢,正是屈屈。 你捧我一句,再损我一句,刚好抵过。 司徒千钟道:"欧阳兄和我好像都是孤魂野鬼,不属什么帮贵门派。 我好酒,你好色,咱哥俩儿创一个九色派,咱们九色派两大高手并肩子齐上,会议会天下众高手如何?" 秦雄哈哈大笑,觉得这是司徒千钟不住的插颗打魂,逗人乐子,是会场平添了不少笑声,减缺了不少暗中潜伏的力气。 彭颖玉向张无忌说道:" 这白脸的汉子名叫欧阳慕之,一共娶了十二名姬妾,他武功虽强,却极少闯荡江湖,整日假以红微脆,想那温柔之乐。 欧阳慕之笑道:"若跟你联手祖派,我这副身家可不够你喝酒。 各位,说到比武教义,咱们可得推举几位年高得少,众望所亏的前辈出来做公正才是,以免你说你赢,我说我赢,争执个不休吧。 司徒千钟笑道:"输赢自己不知道吗? 谁似你这般胡赖不要脸?" 宋维家道:"还是推举几位公正人的好,少林派是主人,空之大师自然是一位了。 司徒千钟指着说不得的布袋道:"我推举山东大侠谢座老英雄。 说不得提起布袋,向司徒千钟制了过去,笑道:"公正人来了!" 司徒千钟抛下葫芦酒杯,抱住布袋,便去解布袋上的绳子,不料说不得打绳结的本事另有一功。 那捆腹袋口的绳子,又是金丝混合鱼飘所缠成,司徒千钟用尽力气始终无法解开。 说不得哈哈大笑纵身而前,左手提起布袋,拿到自己背后,右手接着,十根手指扭了几扭,又提到生前。 就是这么在身前身后兜了个圈子,布袋上的绳结已然松开。 他倒转袋子一抖,下座滚了出来,司徒千钟忙伸手解了他的穴道。 下座在黑漆一团的袋中闷了半天,突然间阳光耀眼,又见广场上成千对眼睛一起望着自己,不由得羞残欲死。 翻身拔出身边的短剑,便往自己的胸口插了下去。 司徒千钟夹手夺过,笑道:"圣败乃兵家常事,谢大哥何必如此心拙?" 人从中一个矮矮胖胖胖的汉子大声说道:"这位布袋中的大侠只怕没资格做公正人,我推举长白山的孙老爷子。 又有一个中年妇人说道:"这东双翼,威震江南,他兄弟两正直无私,正好做公正人。 群雄你一言过一语,煞事之间推举了十余人出来,竟是江湖上颇巨声望的豪杰。 突然峨眉派中的一个老泥,冷冷的道:"推举什么公正人,压根儿便用不着。 他话声并不十分响亮,但清清楚楚地钻入了个人的耳中,显然内力修为颇致了得。 司徒千钟笑道:"请教这位师太,何以不用公正人?" 那老泥道:"二人相斗,活的是赢,死的便输,阎王爷是公正人。 众人听着这几句冷僧僧的话,背上均感到一片凉意。 司徒千钟道:"咱们以武会有,又无深仇大怨,何必动手便判生死? 出家人此非为本,这位师太之言,也不怕佛祖真怪吗?" 那老泥冷冷道:"你跟旁人说话胡言乱语,在峨眉弟子跟前,可得给我规矩些。 司徒千钟拾起葫芦酒杯,针了一杯酒,笑道:"哦,好厉害的峨眉派,常言道:"好男不与女斗,好酒鬼不与尼姑斗。 举起酒杯,放到唇边。 突然间嗖嗖两响,破空之声极强,两枚小小念珠急射而至。 一枚打中酒杯,一枚打中葫芦,跟着又是一枚射至镇中他的胸口。 只听着砰砰砰三声巨响,三枚念珠炸了开来。 葫芦酒杯瞪时粉碎,司徒千钟的胸口炸了个大洞,他身子被炸了一撞,向后甩出树杖。 全身衣服立时着火,下座上前扑打,只见司徒千钟已然气绝,脸上雾字带着笑意。 可见那三枚念珠,飞射爆炸之速,司徒千钟直到临死,丝毫没想到大祸已然临头。 这一枚欺骗,犹如晴空打了个焦雷,青雄中不乏见多识广之事,可是谁也没见过如此迅速厉害的暗器。 周滇叫道:" 乖乖了不得,这是什么暗器?" 杨潇低声道:"听说西域大石国,有人从中国学的造火药之法,造出一种暗器,叫做霹雳雷火弹。 中藏烈性火药,以强力弹簧激活发射。 看来,这老尼姑所用的便是这个家伙。 下座抱着司徒千钟烧着焦黑的尸身,朗声道:"这位司徒兄弟虽然口头上尖酸刻薄些,也不过生性滑稽,心地却甚是人厚,一生之中从未做过任何伤天害理之事。 今日天下英雄在此,可有哪一位能说他干过何等恶行?" 秦雄进阶漠然。 下座指着那老尼姑。 凤然说道:"俄眉派,号称是侠义道民门正派,岂之,尽亏使用这等歹毒的暗器。 武林中虽说利益强者胜,却也走不过一个里子去,请问这位师太上下?" 那老尼道:"我叫靖家,这位带中大侠再次子手画脚,亦语何如?" 下座惨然道:" 信下的学义不惊,惨受名教诸魔头的凌辱,那是信下的本领不济,却不损带下一生侠义之名。 靖家舍海,你如此狠毒,对得起贵派祖师郭湘郭女侠吗?" 俄眉派群弟子听他提到创派祖师的名讳,一起站起身来,靖家两条长眉斜斜地竖起,贺道。 本派祖师的名讳,岂是你这混蛋随便叫的。 下座倒:" 你峨眉弟子多行不义,颠如祖师的名头,别说郭女侠,便是灭绝师太当年,纵然心狠手辣,见底却也不诸无罪之人。 似你这等滥杀无辜,你掌门人竟然纵容不管。 嘿,峨眉派今后还想在江湖上立足吗?" 靖家道:" 你再胡言半句,这酒鬼便是你的榜样。 下座正气凛然,大大步走上三步。 说道:" 峨眉掌门若不清理门户,峨眉派自此将为天下英雄所不齿。 秦雄与峨眉弟子数千道目光,一起望向周芷若,却见他向靖家缓缓点了点头,烹烹两声巨响过去,靖家手中霹雳雷火弹射出,下座的胸口和小腹各炸了一栋,衣衫着火。 但他极其倔强,虽已弃绝,身子物质直立不倒,手中也扔抱着司徒牵中的尸体。 群雄面面相许,都是惊得呆了,过了片刻,数百人鼓噪起来,齐声则骂峨眉派的不是。 微笑说不得对峙一眼,点了点头,两人奔到下座的尸身之前,跪地败道,说不得道。 下老英雄,我二人不知你英雄仁义,是才多有得罪,好叫我兄弟惭愧无敌。 二人提起手掌,啪啪啪几响,各自打了自己几下耳光,四边脸颊瞪是红肿。 二人扑析了两具尸身上的火焰,抱入鸣叫的木棚。 张无忌见周芷若突然变得如此狠心,心下好生难过。 群雄鼓噪声中,周芷若在宋青书的耳边低声地说了几句话。 宋青书点了点头,缓步走到广场正中。 朗盛说道:"今日群雄相聚,原不是诗酒风流之会。 前来调情骨色,论文连句。 既然动到兵刃拳脚,那是保不定死伤。 这位下老英雄适才言道,司徒先生平生未有歹形,则被本派进家实态滥伤无辜。 众位英雄富有群香鼓噪,似有不满本派之意。 兄弟倒要请教,咱们今日比武较量,是否先得查明个人的品行德性? 大胜大贤,那才是千万伤害不得,穷凶极恶之辈,就不妨任意屠杀。 群雄一时语色,君觉他的话倒也并非无理。 宋青书又道:"若说这屠龙刀是有德者居致,咱们何必再提比武较量四字? 不如大家祈福山东,去到屈福大成先生孔夫子的文庙之中,恭请孔圣人的后人收下。 但若说到这个武字,较量之际,只顾生死胜败,恐怕顾不得对方是无辜还是有辜了。 群雄中便有人说道:"不错,刀枪无言,咱们远就说过不能寻仇报复。 于连州和金黎婷听着宋青书的说话,口音越听越像,只是他满脸短须。 又是口口声声本派本派,显示峨眉派的男弟子,不由得大起一动。 于连州站起问道:"请叫阁下尊姓大名。 宋青书见到二师叔,极为之下,不禁有些害怕,致了一致,开道。 无名后辈,不劳于二侠下问。 于连州立声道:"阁下不住口地说比武较量,想必武学上有过人的造诣了。 我师父幼时曾受贵派郭女侠的大恩,泪有言训,武当弟子不敢于峨眉派动手。 在下要问个明白,阁下是否真知峨眉弟子,姓盛名谁。 大丈夫光明磊落,有何可以隐瞒之处?" 周指着佛臣微局说道:"余二侠,本座也不必瞒你,此人是本座夫君,姓宋明清书。 原本戏出武当,此刻却已转入峨眉门下。 余二侠有何说话,只管冲着本座演讲便是。 他这几句话声音清朗,冷冷说来,犹如水及寒冰,风冻碎玉,加之容貌清丽,出尘如鲜,广场上数千豪杰,谁都不做一生,人人宁气屏息地倾听。 宋青书伸手在脸上一抹,拉去腌着的短须。 一整一关,邓时成为一个脸如关玉的英俊少年。 群雄一看之下,心中暗暗客彩。 好一对神仙美眷。 余年珠想起他枪海七弟陌生骨的罪行,不由得气愤填膺,但他一向深信深沉,近年来年事见高,修为日益精湛,心下虽是狂怒,脸上仍是淡淡的。 只是双目神光如电,往宋青书的脸上扫去。 宋青书心下惭愧,不由得低下头去。 周子若道 外子脱离武当投入峨眉,当日荡着天下英雄之前,正是布施。 玉二侠,张真人顾念旧日情义,不许武当弟子与本派为敌,那是他老人家的义气。 可也正是他老人家保全武当威民的聪明处。 英尼婷再也忍耐不住,跳了出来,指着周子若道。 周姑娘,你年幼之时遭遇危难,是我师父出手将就,见你到峨眉门下。 虽然我是施恩不忘报,可是你听着言语之中,显示说武当派浪得虚名,远不及峨眉派诸位女侠。 你……你……你……这可追得住我师父吗? 周子若淡淡一笑,说道。 武当诸侠,威震江湖,具有真才实学,宋大侠更是我的公公。 本座岂敢说各位浪得虚名,至于武当俄眉两派,各有所学,各有所传,也难说谁高谁低。 西年本派郭师祖有恩于张真人,张真人后来有恩于本座,那就两相抵过,咱们谁也不欠谁的恩情。 余二侠,殷六侠,武当弟子不得与峨眉派动手的规矩,咱们就此免了吧。 广场四周各处木棚之中,秦雄怯怯思议,都说。 这个年轻掌门人好大的口气,听他言中之意,似乎峨眉派拿得定能胜过武当派。 余二侠,内公外公,距离登峰造极,当今之事,极少有人是他的敌手,难道峨眉派单凭一件厉害歹毒的暗器,便想独霸江湖吗? 伊尼庭心中激动,想到七弟陌生骨惨死,忍不住流下泪来,叫道。 《青叔,青叔,你,你何以害死你,你七叔》。 说到七叔两次,突然间放声大哭。 群雄面面相许,毫不奇怪。 武当殷六侠多大的声明,竟会当众大哭。 于连州走上前去,挽住殷离婷的右臂,朗声说道。 天下英雄听着,武当不幸,除了宋秦叔这叛逆弟子,在下七弟陌生骨,便给这叛徒。 突然间嗖嗖两响,破空声渗利,两枚霹雳雷火弹向御连州的胸口急射过去。 张无忌大叫一声,哎哟,但要铺江上去抢救,但那雷火弹来得实在太快,说道便道。 他事先又丝毫没想到,峨眉派竟会默然偷袭,他身法再快,也已不及赶到。 这一下,御连州也是颇出意外,倘若侧身疾僻,那雷火弹飞将过去,势必伤了不少丐帮的弟子。 他想,这雷火弹是对付自己而来,为的是要杀人灭口,以免当众暴露,宋秦叔犯上叛復的罪行,要是自己闪生避难,不免害死无辜。 他这么心艳如电的一闪,两枚雷火弹已先后射到。 御连州双掌一番,驶出太区前中一招匀手,双掌柔道的急处,空鸣若须,将两枚霹雳雷火弹射来的极劲尽数划去,轻轻地拖在掌心。 只见他双掌向天,平脱胸前,两枚雷火弹在他掌心快速无伦地滴溜溜乱转。 秦雄一起站起,数千道目光奇迹在他的两只手心,每个人的心似乎都停了跳动,生怕这两枚活物一般的雷火弹随时都会炸僵开来。 这太极拳中的柔尽,乃天下武学中至柔的功夫,真所谓,一羽不能加,迎虫不能落。 由念而须,随驱就身,以茂迭御纵之行,而致英雄所向无敌。 于连州近年来勤修苦练,已生得张三丰的真传,是才见到司徒千钟和夏拙先后在此弹下丧命,直到此弹触物极诈,利害无比,无可奈何之中,只得冒陷以平生绝学一档,果然柔能克刚。 两枚雷火弹被他掌心的柔尽制住,就似钻入了一片愁年之舞中间一般,只是急速旋转却不爆炸。 只听着嗖嗖两响,俄眉派中又有两枚雷火弹向他致来。 英雷行站在师兄身旁,当即双掌一扬,迎着雷火弹接去,带着手掌与雷火弹将处未处之际,使出太极拳中的揽阙尾式,将雷火弹轻轻地拢住,脚下金鸡独立式,左足着地,右足悬空,全身急转,有似一枚陀螺。 他精于剑术,太极拳上造诣不如师兄身后,眼见玉莲州接那两枚雷火弹颇为吃力,自己掌力只要稍稍有半分用得实了,那歹毒暗器立时便会爆炸,使以全身急转,双掌虚带雷火弹,在空中一圈圈地转动,以划去致来的功力。 玉莲州掌心化尽,因离亭则是空中化尽,在武功上是稍逊半愁,但一眼望去,却使他急速地转身的手法好看得多。 他转到三十一转时,四面八方踩生雷动,雷火弹进里也已衰竭,其支嗖嗖声响,又是八枚雷火弹制了过来。 玉莲州与因离亭齐声抱贺,各将手中的雷火弹制将出去。 武当弟子练有一项接气打气的绝技,接到敌人的暗器之后,反制出去,能以一打二,以二击三。 他二人制出四枚雷火弹,互相撞击,将对面八枚雷火弹一起击中,广场上喷喷之声震而欲聋,黑烟迷半,鼻中闻到的竟是消防火药之气。 鱼鹰二人制出雷火弹后,立即纵身后悦,退至十余掌外,以防俄媒派再接再厉,将雷火弹层出不穷的治疆过来,终究难以抵挡。 秦雄见到这雷火弹如此厉害,无不骇然。 听想,当时除了武当派这两位高手之外,只怕没几个能接得住了。 虽然轻功极佳之人可以闪身躲避,但若制弹之人以满天花雨的手法打出,使数枚雷火弹互相撞碰,一惊爆炸,身法再快也是躲闪不了。 华山派木棚中,一个身材高大之人站了起来,朗生说道:"俄媒派与人较量武功,就是这般以多为胜吗?" 此人正是华山二老之一的高老者,当年在光明顶上,曾与何太冲夫妇联手张无忌相动。 俄媒派的靖家说道:"武功之道千变万化。 力强者胜,力弱者败,咱们又不是迂腐腾腾的读书人,事事要讲究规矩道理,天下也没这么多规矩道理好讲。 群雄这峨媒派中虽然都是女流之辈,但其满不讲理,竟然远胜于男子。 华山派的高老者和他们理论却也不敢走近,只是站在自己的木棚中,隔得远远地说话,生他对方将霸气无双的霹雳雷火弹至江过来。 张无忌心想 纸若嫁给宋师哥,时非本心所愿,想当日他和我流落海外,双溪孤岛何等亲爱,我二人山门海誓,忽不相扶,言犹在尔岂能悔之一旦。 这都是我实在对不起他,尽在拜堂成亲的大喜之日,荡着满堂宾客之前,和敏媚双双粗糙,只若是一派掌门千金之体,我这般欺负凌辱于他,怎不叫他切齿恨恼。 今日,峨媒派道行逆施,实则都是种因于我。 轻下越来越是不安,又从木棚中出来,走到峨媒派之前,向周芷若道。 旨若,种种都是我对你不起,宋师哥害死末期书,此事终须做个了断。 我瞧宋师哥不如随同于二伯因六书回访武当,向宋大伯领罪的为事。 周芷若冷笑道。 张教主,我先前还道你是个好汉子,只不过行事糊涂而已,不料尽是个卑鄙小人,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害死的默契侠,何以却将罪名推在了外子头上。 张无忌吃了一惊,道。 你,你说我害死默契书,我哪有此事? 周芷若道。 害死武当默契侠之事,全是朝廷汝阳郡主从中设计安排,你何不叫他出来,跟天下英雄对峙? 张无忌心想。 敏妹得罪了六大门派,这场中,她的仇人只怕比我义父还多,如何能让她露面,只若抓住了这个关节,便来诬陷我和敏妹。 嗨,千错万错,总是那日我在婚礼中舍他而去的不是。 牙齿咬着下唇皮,转身便走。 呼听了峨眉派中,一人大声说道。 想不到,明教张教主,竟是如此卑鄙怯懦懦的小人,见到我们霹雳雷火弹的厉害,夹了尾巴便逃。 张无忌停的脚步,却不回头,心道。 我也不必去瞧这话是谁说的,峨眉派不论如何辱骂,我都是罪有应得。 只听着身后嘲笑之声越来越响,张无忌不再理会,回归明教的牧棚。 杨潇冷笑道。 霹雳雷火弹,雕虫小记,何足道哉,既奈何不了武当二侠,自已奈何不了武当敌传的张教主,你们峨眉派已借助器械逞能,且让你们见识见识我明教的器械。 左手一挥,一个白衣童子,双手捧上一个小小的木架,架上插满了十余面五色小旗,杨潇直起一面白旗,手一扬,白旗落在了广场中心,插在地下。 群雄见到白旗连赶不到二尺,旗上嗅着个明教的火焰记号,不知他闹什么玄序。 便在此时,杨潇身后一人挥出一枚火箭,急身上天,在半空中散出一道白烟。 只听着脚步声响,一对头裹白旗的明教教众奔进广场,共是五百人,每人弯弓搭箭,嗖嗖声响,五百只长剑整整齐齐地插在了白旗周围,排成一个圆圈。 正是吴靖曹统帅下的锐金旗人众。 群雄未及喝彩,锐金旗教众已拔出背后的镖枪,抢上十几步,挥手致出。 五百只镖枪一起插在了剑圈之内,众人跟着又抢上十数步,拔出腰间的短斧。 群雄眼前光芒闪动,五百柄短斧呼啸而前,砍在地下,排成一圈。 短斧,镖枪,长剑,三班兵刃围成三个圈子,各不相混,任你武功通天,在这一千五百件长短兵刃的夹击之下,煞事件变成肉泥。 原来锐金旗当年在西域与俄眉派一场恶战,折损极重,连掌骑使庄征也死在了灭绝失态的倚天剑下,其后痛定思痛,排了这个无坚不摧的阵势出来。 近年来,明教升至大圣,五行旗各旗相应扩充。 锐金旗下教众已有两万余人,这五百名头枪、制伏、射箭之士,乃是从两万余人中精选出来的箭者,武功本来已有相当的根底。 再在明师指点下练得年鱼,已成为一只可上战争、可作单斗的竞驴。 青雄相顾失色,君讲。 明教杨左使,这只白色小旗赤向何处,这一千五百件兵阵,便跟着头向何处? 俄眉派的霹雳雷火弹再厉害,伤人终究有限,支出十枚,就算每一枚都打中,也不过伤得十人,如何是明教锐金旗之笔? 又想,倘若明教突然反脸,将我们聚而兼职,那便如何? 今日聚会的英雄好坏,虽然各个武功高强,却是一批乌合之众,可比不了明教的锐金之师习练已久,只挥下得心应手。 青雄心下坠坠不安,尽没对锐金旗显示的精妙功夫喝彩。 杨潇举起一面白旗,向身后挥了几下,锐金旗五百名教众,拔旗羽见枪斧,奔到了明教牧棚之前,躬身向张无忌行礼,随即反身奔出广场。 杨潇一面青旗之初,插在白旗之旁,只听着广场旁脚步声沉重,五百名巨木旗叫众,轻步包头,每十个人抬一根巨木,快步奔来。 每根巨木均有千余精之重,墓上装有铁钩,个人挽住一只铁钩,脚下步子及时整齐,突然间一声吆喝。 五十根巨木同时至将出手,有的高,有的低,有的在左,有的在右。 但每根巨木飞出,宁愿必有一根巨木对准了撞倒,五十根巨木竟无一落空。 但听得喷喷喷喷,巨响不绝,五十根巨木分成二十五对,互相冲撞。 每根巨木都是重于千斤,相互撞击之下,声势时势惊人。 若是青旗附近有人站着,不论纵高越低,左闪右闭,总免不了被巨木撞倒。 巨木旗这路阵法乃是从工程战法中演化出来,工程者抬着大墓,冲击城门,再坚固的城门也会被巨木撞开。 血肉之躯在这许多大墓的冲击之下,岂不立成肉泥? 巨木旗五百名教众带巨木撞后落地,墙上弦去抓住巨木上的铁钩,回身奔出,相距十余杖之遥,只待发令者再度制出青旗,又可二次抬木撞击。 杨潇挥青旗,命巨木旗退出,右手一挥,一面红色小旗置入广场,但见头果青青的鸣教教众退开,五百名头果红金的烈火旗教众抢进场来。 个人手持喷筒,一阵喷射,广场中心满布黑油油的稠油,烈火旗掌旗时,挥手置出一枚硫磺火弹,石油浴火,邓时烈焰奔腾。 烈焰烧了起来,明教总团光明顶附近盛产石油,石中日夜不停的有油喷出,浴火即燃。 烈焰奔腾人众每人背负铁箱,箱中盛满了石油,喷油焚烧,人所难抵挡。 烈焰奔腾退出广场后,杨潇黑旗飞出,五百名头果黑金的洪水旗下轿众抢进广场。 这洪水旗所结家事,共是二十部水龙,又有喷筒体筒之数,前面诗人推着十辆木车。 掌机使唐阳一声令下,木车打开,放出二十头恶狼张牙舞爪在广场上咆哮起来,便欲四散咬人。 群雄大习,心想这些恶狼跟洪水两字有何干系,只听得汤阳喝道。 喷水! 一百名校众手持陶氏喷筒,一百股水箭向恶狼身上射了过去,群雄鼻中只闻到一阵的酸臭,却见那二十头恶狼一遇水箭立时跌倒,狂叫悲敖,顷刻间疲破若寨,变成一团团的交叹模样。 原来洪水棋所喷的水箭,乃是剧毒的腐蚀药水,系从硫磺消失等类药物中提炼制成。 群雄剑的这等筋心动魄之状,不由得毛骨悚然,惊强。 这些毒水,倘若不是射向群狼,却是射在我的身上,那便如何? 洪水棋教众提起二十部水龙上的龙头,虚拟做事,对着群狼,醒而易见。 水龙中也是装满了毒水,若加发射,不但水胜且可其远,羊肖挥起黑旗收兵。 洪水旗下教众拉动水龙出场。 当水龙回转之时,水龙口转到哪一方,哪一方的豪杰便忍不住脸上变色。 直见羊肖,置出一面小小黄旗,一群头裹黄金的名教教徒走进广场,个人手持铁铲,推着一车车泥沙石灰。 人数却比金、木、水或四骑少得多,只有一百人,这一百人围成一个圈子,同时菊产往地下猛击。 突然间轰得一声大响,尘土飞扬,广场中心陷落,露出一个静长三四丈的大洞,跟着大洞四周泥土纷纷跳出,钻出一个个头戴铁盔,手持铁铲的汉子来。 四百名大汉目的从地里钻出,群雄都是大吃以惊,齐声惊叫。 原来,这四百名教众早就从远处打了地道,钻到了广场中心的地里,挖掘大洞,以木板、木条撑住,藏身其间。 后土旗掌旗时圆圆发出号令,四百名教众同时抽开木条,整块地面便陷了下去。 地底教众跟着破土而出。 这一来,狼狮、石油、胶土等物一起落入了地底,一百名教众挥动铁铲, 在大洞上空虚积攒下,倘若有人跌入洞中,想要月上逃命,势必被这一百柄铁铲击了下去,跟着一车车石灰,铁铲,石子倒入洞中,片刻间便将大洞和数百个小洞填平,五百柄铁铲此起彼落,好看一击。 掌旗时一声令下,五百教众齐相张无忌行礼,那广场中心添了铁铲石灰,平滑如尽,比先前更是坚硬得多。 秦雄心中明白,倘若我站在广场中心,口出辱慢名教之言,此刻只怕早已被活摆在地底了。 这一来,名教五行其大显神威,小家操练,旁观群雄无不骇然失色。 个人君知,近年来名教在怀寺玉厄诸地造反,攻城掠地,连拜援军,见下他们是将兵法战阵之血,用于武林豪市间的群殴,人数极重,不乐又延,加之席殿有素。 天下任何江湖门派莫能与抗。 杨销输兵以后,将插着小七的木架交于身后童子,冷冷地瞧着周芷若,一言不发。 但这无言之意却是十分地清楚。 听你俄眉派百余名男女弟子,能是我名教数千之中的敌手吗? 广场上秦雄个人怀着个人的心事,一时间寂静无声。 过了好一会儿,空置身后,一名老僧站起身来,说道。 适才名教操远行军打仗的阵法,模样倒是好看,但到底管不管用,能不能克敌制胜? 咱们不是元帅将军,觉得也不是孙无兵法,只怕谁也说不上来。 众人坚知,他这几句话乃是违心之论,只不过,煞一煞名教的威风,将五行旗的厉害轻轻一言带过。 周滇教道。 要知管不管用,那也容易得很,少林寺派些大和尚出来试上一试,利剑分晓。 那老僧置之不理,继续说自己的话。 今天是天下英雄之会,各门各派志在观摩缺磋武学上的修为,还是照先前几位施主门所言,大家较量武功,一高者为胜。 咱们讲究的是单打独斗,说道以多为胜,武林中没听说有这个规矩。 欧阳牧知道。 以多为胜,武林中却没这个规矩,然则霹雳雷火弹,毒火毒水这些玩意儿,许不许用啊? 那老僧微沉吟说道。 下场鄙视的,要用暗器那是可以的,有些朋友喜欢在暗器上加些毒药毒水那也无法禁止,但若旁人偷袭,却是坏了大会的规矩,大伙儿须得群起而攻之,众位意下如何? 群雄中一大半轰然叫好,都说该当如此。 空同派唐文亮道。 在下另有一言,不论何人连胜两阵之后,便需下场休息,以便恢复内力元气。 否则车轮站的干将起来,任你通天本事,也不能一口气从头胜到尾。 再者,各门各派,各邦各会之中,如已有二人败阵,不得再派人上场,否则的话,咱们这里数千英雄,每个人都出手打上一架,只怕三个月也打不完。 少林寺粮草带风,可也得给大伙儿给吃喝穷呢,一百年元气难负。 众人哄笑争忠,君说这两条规矩有理。 明教秦豪,君知唐文亮,感激张无忌当年在光明顶上接鼓,万安寺中救命的恩德,有心盼他得胜。 独冠群雄,是已提出这两条规矩,都是有意在帮他节省力气。 彭颖玉笑道。 唐老三,道师的大体,看来,空同派今日帮咱们是帮定的,咱们除了教主之外,另有哪一位出场啊? 明教众高手谁都跃跃欲试,只是君知这件事担当极其重大,须得竭尽全力。 先将余会的英雄打扮一大半,留给教主的强敌越少越好,这才能保留力气,以尽全功。 倘若只剩着寥寥数人,便被人打败,留下一副重贷给教主独挑,自己损着威名事小,附类的本教、谢迅和教主却是适当。 再者,若是贸然请英,不免自以为,除教主外,本人武功最强,伤了同教间的义气,是以谁都默不出声。 周滇道。 教主,我周滇不是怕死,只不过武功够不上顶尖,出去突然见丑。 张无忌一个个瞧过去,轻想。 杨左使、范右使、伟父王、布袋师父、铁官道人、诸位各付决议,均可去的。 其中范右使武学最博,不论对手是何家术,他都有取胜之道,还是请范右使出马的为事。 便道。 本来各位兄弟任谁去都是一样,但杨左使曾随我攻打金刚伏魔圈,伟父王与布袋大师曾生情下座,都已出过力气,这一次本座想请范右使出手。 范右使,公身道。 遵命,多谢教主看重。 名教群雄素知范右武功了得,均无一言。 赵敏却道。 范大师,我求你一件事,你肯搭云否? 范瑶道。 郡主但有所命,自当尊崇。 赵敏道。 少林派的空之大师,与你的梁子未解,倘若你跟他先斗了上来,胜败之处,未亦逆料,纵然胜得了他,那也是筋疲力尽的了。 范瑶点了点头,今知空之神僧,成名数十年,看上去愁眉苦脸,一副短命夭指之相,即使内功外功,俱征上成。 赵敏道。 你不妨去和他订个约会,延明日后再到大都万安寺去,单打独斗,一决胜负。 杨潇和范瑶齐声道,妙计,妙计。 君知空之于范瑶,一定约后,今日便不能动手。 赵敏此计,时是跟明教去了一个强敌。 其实各处木棚之中,各门派帮会的秦雄,正是交头接耳,推举本派出战的人选。 有几处木棚中,更有人大声争闹,显示对人选意见不一。 范瑶走到主棚之前站定,向着空之一抱拳,说道。 空之大师,你有胆量没有? 敢不敢再上大都万安寺上走一遭? 空之一听到万安寺三字,那是他生平的奇耻大乳,瞪指脸上皱纹更加深了。 气小的眼缝里,神光湛湛,说道。 干什么? 范瑶道。 咱二人在万安寺结下了仇怨,便当在万安寺了结。 你空之大师德高望重,在下也不免博有虚名。 今日较量,若是你胜了我,江湖上便到强龙不压地头蛇,你大师只不过占了地利之便。 若是在下侥幸得胜一朝半世,无知之辈加油天降,只怕要说苦头头上的少林寺来,打败了寺中的第一高手。 要是大师不怕触景生行,今年八月中秋月明之夕,在下便在万安寺中讨教大师的棘手决议。 空之对范瑶的武功也是颇为忌惮,加之寺中方有大便,时无心绪,与范瑶动手,在被他这么一击,当即点头,说道。 好,今年八月中秋,咱们在万安寺相会,不见不散。 范瑶抱拳失了一礼,便即退下。 他走了七八步,只听空之缓缓说道。 范师主,今日你一心要求金毛失王,不敢和我动手,是也不是。 范瑶一领,立定着脚步,心想。 这和尚毕竟实穿了我们的用心。 灰头哈哈一笑,说道。 在下并无剩你的把握。 空之微笑道。 老纳也无圣的施主的把握。 两人相视点头,突然之间,心头都浮上英雄众英雄,好汉惜好汉之情。 第三十七回完 第二十七回完